选区重划上个星期在国会下议院通关了 那或许这有影响了你投票的选区 而接下来国会的另一大焦点 反假新闻法案 那不要以为就对你没有影响了 这项法案里面定义的所谓假新闻 不只是媒体所发布的新闻 当中也涵盖了一般老百姓所发布的文字和影音 也就是说 只要你有在Facebook啦 Twitter啊 或者是WhatsApp里面表达任何看法 都可能在这条法令下被约束和提供的 那反假新闻法案上个星期四 准备在下议院闯关的时候啊 却意外的来了个中场休息 副议长就宣布 反假新闻法案辩论将会斩延到星期一 也就是今天继续辩论的 那过了三天的中场休息 今天反假新闻法案在国会下议院 复赛辩论和表决 当然 备受在野党抨击 说是前置媒体和言论自由的这项 反假新闻法案 在投票表决的时候呢 朝野国会议员啊 几乎是全员到齐 那到齐的场面啊 大家也是可想而知 肯定是唇枪舌剑 吵到爆 本季国会的两场重头戏 第一 选区重划在上个星期 已经在一阵抗议声当中精彩上演过了 而第二场重头戏 也就是反假新闻法案 现在还在议会厅里头激烈对变上演中 而现在呢 记者就简单地给大家精彩回顾一下 有关反假新闻法案 今天在国会里头精彩的唇枪舌剑 首先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他在辩论时就起身质问了 现在大马已经有很多的法律 随便来数一数什么煽动法令 印刷法令 还有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等等等 来应付假新闻了 是问政府还有必要再多加一条吗 那针对反对党炮轰 反假新闻法案 那是一条严刑军法 是在打压一击 是在大新闻自御 针对这一连串的炮轰 那位仍不在意会听的马哈迪 他就真的是躺着也中枪了 因为首相署部长阿沙利那 他在反驳时就说 那位外号叫法老王的马哈迪 他在位时所推行的 ISA内安法令 未审先扣 那才是严刑军法 好了 关于假新闻反对党那边 倒是有几道问题 想问问政府的 首先 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 MO1一号官员 到底是不是假新闻呢 还有反对党议员 是直接拿起了道具就说 你看你看这一些外国媒体 他们都在报道当中 污蔑了我国首相娜姐 那政府是不是要以这条 反假新闻法案 来控告这些外国媒体呢 那一阵吵吵闹闹闹闹之后 国会下议院最终以123票赞成 64票反对 正是二读通过了2018反假新闻法案 那接着再快速进入委员会辩论 正是三读通过 那无论如何 本季国会结束 已经剩下最后的倒数三天了 选局重划已经通关了 反假新闻法案的最后一旅路 也已经走完了 那你说 距离国会解散之日 还会远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